上个好学校 而这些翻来覆去的问答 可能就是他上个好学校的敲门砖 据说 想进纽约小学天才班的小朋友 都在类似的课上刷题 没想到 现在美国四岁的孩子 就要开始上课外辅导班了 去那个Testing One的那个SS的时候 那个instructor直接跟我说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不刷题 不能上上不了 是吗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标准扑 我是一名旅居美国纽约的电视财经记者 也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妈妈 以前觉得美国孩子的童年都特别轻松 现在才发现 在美国 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爸爸妈妈们 和中国家长们一样多 也是一样从小操心 来三分钟 哇 好紧张 他每年会有这个春季的tour 去年有家长就是十分钟过了以后就没抢到 Reachers for event Gosh 开着开开开开开 等一下你要几号 几号几号 开开开开开 但是能够凭借努力 一路进入名校的孩子毕竟是少数 如果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是否就意味着很难再拥有未来职场上的主动权呢 在我的探索之旅开始之前 我找了一个同伴 一个同样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爸爸 王玉泉 科技行业投资人 一个聊起科技 就停不下来的人 在这游不远 因为在这游很快就会失温 流星撞到地球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也是一个对创新充满热情的人 我们的父母曾经犯过 我认为算是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自己没有完成 就会希望于孩子 自己觉得好的就会让孩子去做 包括我自己 我是没毕业就开始创业 我父母N多年就一直跟我说 你找个工作吧 我们哪怕脱关于求人 所以我就尽量避免犯这种错误 尤其我们又是看科技未来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我要给她的东西 不是现在的东西 而是她在未来世界里 就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她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如果 我现在给她塑造了一个品质 那时候不需要 那其实没有意义 我原本以为 有这样的爸爸 女儿一定是个科技粉 至少爱好会和科技沾边 没想到天下的儿女 总会有点叛逆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Mia 她周一是表演课 周二是舞蹈课 周三是奇马课 周四是声乐课 周五是写作课 有时候周六还加个合唱团 全人艺术 全人艺术 这是她自个儿挑的吗 她自己选的 当然那里和社会大环境是相关的 美国总的来说还是更娱乐 容易让年轻人呢 比尔盖茨在学校里叫geek 这个极客当年不是好词 极客当年在中学里的意思 就是长得瘦了巴基的豆芽菜一样 木讷的很戴个眼镜 也没啥朋友 书呆子 只会和电脑打交道 这个女朋友追不着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个问题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担忧的 米娅 你在房间干嘛呢 你有觉得你爸太能说了吗 然后经常你都没有机会说话吗 你爸有会跟你说 比如说未来期待你上个什么 哈佛大学 上个什么MIT Stanford 他们有说过 这些学校特别特别好 以后希望你会去上 爸爸呢 没说过 但不过我自己希望我能上 我都不知道他最后选择什么吧 我俩都会思考在 现有传统名校路线之外 有什么新选择 真正能帮助孩子接受优质 而符合未来世界需求的教育 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技能和资源 我决定拉上王玉泉 在美国跑一圈 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答案 科技社会顺息万别 而教育却长期一尘不变 我们正在用19世纪的体制 20世纪的知识 来教育21世纪的人才 今天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他们正在实施的创新实验和正在酝酿的教育变革 或许会颠覆你对于教育的思考 我是一家 我邀请了多位家长 前往五个国家 任务是寻找教育创新的好办法 和科技可以提供的助力 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未来之人 我觉得看ranking还是很多的 看这个数学率 然后看这个学校的实资率 我和孩子他爸给儿子选学校的时候 需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 就是上公立还是上私立 我也和王玉泉聊到这个烦恼 他当家长的经验还是比我多不少 聊到这个话题 他建议一起去一所 在康州的私立高中看看 校长告诉我 伯特纳寄宿学校这几年的大学升学率 一直保持在百分之百 他们的目标是让学生们 都能被长春藤大学等名校录取 学校的升学表现一直非常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里的学生 大部分都有体育特长 这一系列的中文是一位 榜达生物 最新人的大学 货场表现他们最初一位 他们最初一位 最初一位 他们最初一位 他们最初一位 我认为这位 完全是 以前就知道在美國 體育好的孩子 考好學校有優勢 但這一次深入了解後 才發現原來優勢這麼明顯 比如哈佛大學 同樣的成績 運動員學生的錄取率是83% 普通學生就只有16% 一批藤校的提前錄取名額 有20%都是留給體育特長生的 而且大部分體育特長生 都能拿到獎學金 平均一年是1.8萬美元 多的 甚至能包括整個學費和生活費 博特納技術學校 也自然把在體育上的優勢 當作自己的最大特色 上次就有了 對 這次是 我們現在一共培養了多少個 全球 六個 最牛的就是擴拉冠軍 對 哇 三分 厉害 那个小孩同三分 对啊 概括来讲 美国是一个体育国家 家庭消费 社会消费 娱乐消费 最大的是体育 美国升学 有个约定俗成的 家全法 家全最高的是体育特色 6.32 学习是第三位的 1.31 你看咱们算一下 6.32和1.31 差五倍 将近五倍 所以呢 就是体育在升学中 重要 极其重要 我们相同的孩子 送到好的学校 我们可以比 其他学校的孩子 低200分 300分 他都愿意要 所以 我认为 你觉得 比赛 我一个女儿 她去美国 大学 在美国 I'm from China. I know that in China people care about their education more. If you get such a great education, you can go to a good college in China, but in America which is not works for everyone. So I like the way that it's not just about studying. You have some talent like sports. That's a way that you can help yourself get into a great college. Josh, right? Yeah, you mentioned you got several offers. Oh, okay. We got St. John'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West Virginia,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Seton Hall University, Georgia,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You don't have enough fingers? Yeah. You're very popular. Alright, we're just gonna work like 15 minutes on our zone, Offense, Defense, and then get a couple more shots and we'll be done. Alright? So let's get Blackout. 其實美國上大學的標準非常簡單,只有一個標準. 嗯. 就是你,Bianca,作為一個考生到大學來, 你能給我帶來什麼? OK,你說我父親是總統,我有社會資源, 那麼我的家庭是億萬富人,我可以給你捐款。 同時你說,OK,我是世界冠軍,我來了以後,我可以給你發展你的體育運動。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本人的能力非常強,我可能還是數理化的奧輸冠軍。 就是三個方面,你可以給我帶來一些什麼。 美國的教育它分兩類,一類是公立學校,一類是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很簡單,就是培養為這個國家工作的人員。 那麼私立學校就是培養引導或者領導這個國家的人才,就所謂的精英。 所以它就需求你能給我帶來什麼? 你帶來的東西,並不是說你來以後成為一個合格的藍領或者白領工人, 給這個國家做貢獻。 在美國,排名前19的大學全部都是私立學校。 但全媒只有26%的學生就讀私校,除了學費貴,還有各種各樣的門檻。 按照丁校董的分析,如果沒有出生在有社會資源或者有錢的家庭, 孩子最終想上好學校,就只有學習成績出類拔萃和體育特長生這兩條路。 很多家庭把體育當作是捷徑,在孩子的體育訓練上投入很多時間和金錢。 雖然美國現在有15萬體育大學生,但放在近兩千萬的美國大學生中才不到1%的比例。 而得美利證券的一份問卷顯示, 依然有近20%的美國家庭每年在孩子體育上的投入超過8.4萬人民幣。 美國其實確實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人,他投身了藝術。 當然是自己熱愛的東西,但是他多了。 然後這些職位就被中國工程師,現在更多是印度工程師,他們來幹。 但是問題你社會更多的這些所謂我們說的價值創造, 其實這些工程師還是寫程序、寫代碼、機器人這些。 那這些活兒,這個社會怎麼越發展? 反倒這些真正對社會推動有價值的活兒沒人幹了呢。 雖然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輸入,美國依然存在著巨大的科技人才缺口。 單單去年的第一季度,就有91萬個工作崗位無人可顧。 美國每年450萬的大學畢業生為什麼沒能填補這些空缺呢? 答案很簡單,這些年輕人沒有崗位需要的技能。 作為一個在美國工作生活的媽媽,我的孩子未來只能通過上傳統名校這條途徑獲得更好的發展嗎? 為了上大學,我的孩子要考慮做體育特長生嗎? 我的孩子是否還能有更多的選擇權利呢? 我決定去位於紐約上周的一所公立高中看看。 聽說他們在教育上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 forever關於一所。 alright,所以今天我們會看出來好的故事。 在纽约州纽宝市公立高中 我遇到了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纳丁 他告诉我 他从来没想过进入高中后会爱上编程 他希望未来能成为IT工程师 他还很自豪地告诉我 今年暑假 他就要开始第一份IT行业的实习了 上他还没走出校门 就开始实现职业梦想的 是他在学校里参加的创新实验班 P-TECH 它是很难进入 因为有450学生一年 只有50学生都被选择 我的兄弟是第一个年 然后他进入了课程 我只能进入课程 我的兄弟还说 你还要进入课程 可能会改变你的观点 所以他没有影响我参加P-TECH 我看到所有的素兴的机会 我会参加了课程 我参加了课程 我认为我们只有六个线 再一个讲解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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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样 我们只是墙 然后我们将墙的墙落 除了纳丁 在牛宝市公立高中里 还有200多名学生 也参加了P-TECH创新项目 我们是Newberg Free Academy P-TECH 他们有4-6年 我们开始称计计计库 我们下定达大宗 我们是公开中的公司 里面 我们的生意 医域 发生众计园 我们是商人 这一年代大宗修学校 他们也去选择 高参与地点 还有副校修益 去找校生学校 是修计医学校 和科学等 如果有 Bucking 你们想好 这200多名学生 都出发了 各地多年 都出发了 第一个大宗修学校 在学校 学校 探索、行動、無論如何都要考慮 他們必須選擇到高級學校 到9th grade 但外面的 這是一個重量的獎項 所以學生在科學中 和科學中的高級學校 其實有一個高級的可能性 在科學中選擇 和傳統公立高中項目一樣 PTAG也是全免費的 它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 有大學和企業加入其中 幫助設計針對科技專業 以及職場技能的課程 學生還有機會提前上大學科目 PTAG還會安排學生到企業參觀實習 並配對來自企業的導師 根據個人規劃 學生在4到6年畢業 之後可以直接進入科技企業就業 或者繼續深造 一直 學生在6年中 從20 cm 學校 製造地奏 成為我們一些 學生在上 學學運到的一方面 學生在哪方面 我們可以加上 高級學校的科學學學學校 我們可以這樣做 會非常多 像它做企業的 这个高中和我熟悉的升学导向的高中 或者职业学校都不一样 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继续深造 或者是定向工作 只是带你看清 真实社会里到底有哪些选择 获得这些选择需要做到什么 让高中阶段的孩子 探索在事业上自己的追求和路线 并不是所有的爱好都是天生的 好的引导可以打开孩子更宽广的路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怎么引导 之前不是做几次科技就发现这问题 就是大家常先行 就比如我去NASA 我体验很高兴 但其实走了就走了 我就不会有后续 就等于说我还是没改变 我看着它还是回到原来轨迹上来 人家有改变 吃点 对 pedal 我动了科技 销采访 我不是没关注 因为我没有关注 它 在第九年 你取过一个科技学学校 那我们在那年做了一个研究 没有一台柠檬 所以你销采设了 给你走开 我们可以销采设 所以我并不是很想 做什么 但是现在我也是在关注 I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can't be what you can't see so our students are able to have exposure to such a wide variety of IBMers and business units and careers you can study AI badges you can learn about quantum or you could go to the Yorktown Research Center and see quantum you can you know see the people working on AI and it it really connects the industry to the students 真希望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机会去真正的科技公司看看他们的实验室在做些什么跟着一线的技术人员实战工作这样的话我可以更早为步入社会做好准备明白课堂上学习的公式能创造点什么价值帮我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 这听起来很美的构想PTAG真的能实现得了吗 在845 in the morning we actually have two buses that leave for college campuses when they first come to high school a lot of them want to be on that bus and how can we be on that bus going to college sooner than later so we can message things very directly and talk to them about some of the specific things some of the habits they need to have academic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n order to be on that bus so to speak or be in college classes sooner than in a traditional model and it's very career focused as well this afternoon you're going to log into your p-tech gmail there's going to be two things happening today but you know the employers and the college say that we can teach them the material if they ha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habits that are going to help them to be successful so we work really really hard on a daily basis on what habits it is that can help them to be successful so those professional skills right collaboration not just the knowledge al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ill try to do clusters of four or five so that we can have at least one mentor in each one of your groups 幾乎每个星期五都会有科技企业里在职的工程师来牛堡市公立高中 和PTEC的同学们一起做些小项目 我和王玉泉也跟着参加了一次 这一次的主题是风力火星车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制作 before we can know what parts we need right ok you read the spec first and bounding it so that it doesn't fit ok so this is for basketball so during the process would you teach them new lessons or just answer questions no we would help guide them but basically we don't want to do all the thinking ourselves right because that defeats the purpose right we want to help them to start to question right bring out the curiosity the interest in them to promote them to think out the box okay you said it had to be a car so we have a lot of students'缺失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team work through the team work through the team work we got to poke through that car so it's great to see multiple 很多的老师都是在学校 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教了十几年 几十年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可能不一定完全知道 现在的世界变化这么快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尝试 可以让学校 校园 可能和世界真正发生的这些事情 可以连得更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学校 可以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在你教育的一个目的 和你教育的人的要求上 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学校 可以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在你教育的一个目的 我们有很多机会 whether it's coding and all the behind the scenes security works of the Z-Systems or physically being on the test floor and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machines are connected we have students designing websites that IBMers are using it's beyond a textbook our workplace learning curriculum involves online digital badges it involves the mentor events it involves the paid internships it involves site visits to the industry partners to see the real world in action the students are doing real world internship assignments and this past summer I've had managers ask me when can I hire so and so when is so and so graduating when can this person come back one of our students Dennis Heen and I had a manager waiting for that graduation so it's definitely working I think New堡市 公立高中 P-TECH 实验班的孩子们很幸福 不管是快速进入职场 还是更有准备的深入大学 看起来他们 都很早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当然我也很好奇 从这个项目走出来的孩子们 发展得怎么样呢 我找到了已经在 IBM 工作三年的 P-TECH 毕业生 22岁的珍妮尔 好 有个人我需要你会 好 Janielle Hey guys How are you? Janielle this is Bianca Nice to meet you This is Janielle she's a designer with our CIO's office Mmh Do you guys want to see what I'm working on? Oh sure I've just been working on some graphics for social so my team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showcase more of what my team specifically does as designers as designers on CIO I don't want to force it exactly yeah because I always feel like even when I first met her I didn't realize she was actually still a student she just came across as one of the more experienced people on the team I wanted to be an investment banker because they make money so I had like my whole life mapped out I knew when I was gonna get my MBA but I truly don't think my heart was in investment banking as much as I thought but p-tech I guess gave me the right vehicle to getting to what I want it opened me to possibilities connected me with different people it pushed me to be in a more of an extrovert and talk to more people because before I used to just hang out in my bedroom and like listen to a ton of music usually during high school people won't consider their career what I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even in colleges sometimes people are still confused right but do you think high school is actually a good kind of time in life for you to try out different career and to kind of get know more about career life and then you can make a better kind of decision for yourself yeah it definitely is honestly the earlier the better yeah like the what I've learned is and I talked to my 16 year old little sisters all the time about this I'm like you need to get on top of because life is so short exactly you spend all these years chillin hanging out with your friends and then boom you gotta be an adult and no one prepared you and I feel like p-tech prepares you and it gives you not just a taste bu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s to come 大学毕业之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尝试过很多职业因为我发现 我的大学专业不适合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如果我从高中就 开始了解各行各业的信息去体验真实的职场我当然还是会为未来 困惑但是可能困惑的更早也更早找到答案 我都会冒磕动了敏捷身手敏捷 范威在华尔街的一所猎头公司工作为高盛 Two Sigma等顶尖金融企业招聘人才在他看来新时代的雇主 似乎也开始更关注实践经验了我们其实每年都收到像纽约大学 IU或者是其他像Berkeley或者是长春的学校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叫 Resume Book就是厚厚的这么一本同一个专业那你其实大体上看上去他们上的 课程是相似的很多人背景其实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培训的技能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时候能够体现区别的就是他的这个实习经验 现在的面试啊他们还会问一些open question 就说你去设计一下Uber司机的路线非常开放性 其实是很像他们实际工作中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个过程 对一起去讨论然后可能最后得出一个大概的实行方案或者是解决方案 职场对于人才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要求 让我不禁思考在孩子们步入社会之前 学校有没有给予他们这方面足够的教育和训练呢 学校是不是也因此要有所改变呢 准备想到公园世界上抗中极数不终究竟 本尼尔森原来是硅谷成功的互联网人 但一直关注教育 在藤校上本科时就开始写论文 批判传统大学 硅谷的经历更让他对科技世界 需要什么人才有了自己的理解 2011年作为教育产业圈外人 他创办了教育项目密涅瓦 而且在2012年 从硅谷的顶尖风头标杆资本 拿到2500万美元的巨额种子轮投资 要知道 那个时候 密涅瓦还除了想法 什么都没有 但他说出了很多硅谷科技人的心声 教育该变一变了 你这是军人 你这是中国还是英语吗 我的名字是Elliana De Soto 我来自马车 我叫英雪云 今年19岁 我的名字是Vin 我来自澳大利亚 我叫许军然 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 2015年的时候 找到了他的网站 然后当时就觉得 哇 这种学校 太不可置信了 Vinerva就一直是我的梦想 的那种存在 这种学校是完全不同的 其他学校 我能够进去的 我和我的同学 甚至和我的教授 里面都没有见过 它真的让我们进行世界 新游戏 天真是非常不同的大学体验 这些年轻人就是本创办的秘涅瓦大学的大一新生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成绩优秀 在挑选大学时 放弃了其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选择了这所创办才几年的新式大学 听起来,逆涅瓦是非常不一样的存在 我迫不及待要去看看 这到底是所什么样的大学 卡 逆涅瓦大学在全球七个城市设有校区 秋经山,布依诺斯艾里斯,伦敦,柏林,海德拉巴,首尔和台北 学生在大学期间要辗转去到每个城市 花至少一个学期的时间居住和学习 在他们旧金山的分校 我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大一流学生史军然 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准备出国 我有在申请其他学校就是传统一点的学校 但是Minerva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的那种存在 Minerva它因为80%的学生都是international students 而且来自很多国家 所以对于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支持 是比普通的学校要多很多的 我们甚至有一门课 专门是教你如何去面对很多元的文化 然后去包容文化之间的不同 像我的房间一共三个人 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的室友是以色列人和印度人 看来这是一所真正的世界大学 强调的是与真实的社会接轨 那学生们在这一所大学里都学些什么呢 这是密涅瓦大学位于旧金山市区的分部 但这个听起来这么酷的学校的分校 就只是一个学生公寓 连教室都没有 他们是怎么上课的呢 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成员 基因学专家维奇·钱德勒 他正在密涅瓦的网课平台上和学生上课 和维奇一起出现在屏幕上的学生们 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 大家七嘴八舌地激烈讨论的主题 是全球粮食问题 特别像一场世界青年精英的网络论坛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投资 选择你的最好的答案 然后选择它 我认为其他部分的部分 育宽 育宽 很高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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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工作上一篇文章 关于未来的教育 我们想参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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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在传统一点的大学里面做教授 对我们学习的系统非常感兴趣 但是他一直怀疑的一点就是线上教学到底是否有效 所以我整个高二这一年都是在和我爸一起研究 Minerva 但是所以我还是决定我是很适合这里的 我和王玉泉也亲身体会了一下在蜜念瓦上网课的感觉 我发现不同于我们知道的那些在线教育 蜜念瓦的网上课堂能够做到小班教学 教学模式也不是以老师讲授为主 而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网校 因为我觉得我和我的同学 甚至和我的教授 虽然很多教授我一面都没有见过 我觉得我和他们的距离比 我在高中的时候和我的老师 就那种天天在一起的接触 都要感觉距离更近 因为我们上课是小班教学 每个教授不可能超过18个人 所以教授给你的关照是非常非常个人的 然后会和你聊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理想 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话 教授就永远是always there for you 当我开始学习在Munerva 我会完全忘记 我会在我的手机上 所有我的学生在小视频里面 在我面前 我有同学会在Berkeley这种比较大的学校 甚至是在Ivy的话 他们也说第一年很难会有那种小型的 Seminar给你来学 他们第一年基础课程都是大的Lecture 通过线上课堂 对老师身在何方没有了要求 因此 Munerva更容易为学生们网络大批像围棋这样 各专业顶尖的专家来授课 这里课程内容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 本打造的Munerva不同于传统大学学科主导的理念 而是能力主导 注重头一年通过四门基础课 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理解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结合当下社会的需求以及科研的突破 设计自己的专业 并个性化制定每个人的课程 学生们的毕业项目可以是一个剧本 也可以是一项发明 而学校则会找到相关领域里的一线专家来做导师 在专业和毕业项目上帮助学生 Munerva的话 我们四年都会在各个地方有实习的机会 还有和当地的一些公司 还有初创企业合作的机会 尤其是第一年在San Francisco 这种硅谷的创业理念 这种大的会给你很多就是接触 professionals的机会 我们接线学生和各个地方的社会 去工作不同的专业 我们可能会给他们专业 在玉乌市所的办公司 本老县将选择 但他们登陆在那里的挑战 都在San Francisco 就是对我们来做任何产生的问题 以防按理论 就是例如你支持 有多少人因为 dreamers 计划成为专业 或是意义进去做事 握手 超越了 更多的信心 好 谢谢 好 太棒了 我们此间有未来的专业 今年美国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一年36810美元 像耶鲁这样的名校更是5万美元以上 但是密尼瓦学费却清明得很 通过网课和最少的基础设施投入 把本科学费降到一年不到1.4万美元 更个性化 注重实践方法的课程 以及在全球不同文化环境中积累的实践经验 是密尼瓦大学提供给学生们不同于传统高校的价值 作为家长 我最关心的是 这样一个和全世界所有大学都不一样的学校 他们的教育成果能否经受社会的考验 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能立足于社会吗 本对密尼瓦的教育成果非常骄傲 当然这还只是第一届100个毕业生的情况 很难与传统大学多年来庞大的学生群体直接对比 不过在这里 两天的行程让我非常兴奋 原来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变成孩子的课堂 我很期待看看均然的人生轨迹会是什么样的 看看未来怎样的年轻人将从这里走出去 我和我其他朋友现在聊到我们的生活 会发现很多关于Minerva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方面 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解释 因为就实在是非常不同的大学体验 我觉得我这大半年里面成长得很快 但是绝对不能说每一个人都适合Minerva 我在Minerva见到的人 就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有外向的 有内向的 有非常非常偏理科的那种nerd 也有写诗写得非常非常美 然后天天画画的那种很文科的人 但是他们共同点就是 对任何事情都会很好奇 还有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王玉泉告诉我 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创新学校 但直到现在 他也很难对这个模式下结论 坦白讲 作为一个科技的步道者和推动者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尽早加入Minerva 但是作为一个自私的父亲 我是希望能让Minerva再长大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觉得 好像现在大家的教学的理念都在想说 比如说社会到底需要什么 或者说未来需要什么 因为你也接触过很多创业者 很多的企业 你又会觉得说 现在可能学校的培养 其实并不能完全就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 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变化 因为它不在这个变化系统里 教育系统相对而言更封闭 而且也相对来说 冲击受社会冲击也少 少 在象牙塔里面 那这样整个社会的变动你不知道 那你教育出来的人 怎么可能能够适应变化 教育也应该往这个方向来走 就是鼓励大家去创新 因为创新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 但是教育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不应该失败的风险给孩子承担 所以我就是刚才在讲说 我们要进一步去呼吁说 这些教育的实验者们要找到一堆的同盟 说我们愿意帮你分担教育的风险 让至少参与教育这个实验的孩子们 或者让家长觉得这个风险很低 因为我觉得家长最关心 就是到最后还是 孩子有没有一份好工作 对吧 过得怎么样 结合现在就太有意义了 对吧 就是说坦白讲我认为 IDM最大的问题在哪 因为它实验性不足 我觉得它可以走得更 步子更大一点 是把一些县城知识传递出来 但是我的保障给的好 密电瓦的实验性很好 但是保障不够 因为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怎么能没保障 其实密电瓦还应该 把视频放得更大一点 甚至要采取一个广泛的联盟 要跟很多大企业去合作 跟Google啊 这个微软去合作 说作为奖励失败的一部分 你要优先招我的学生 所以你把它结合起来 让更多IBM不是自己设计课程 而是由密电瓦设计课程 我觉得就有意思了 密电瓦设计课程 IBM能认可 最后能进IBM IBM路就冲了 可能就更有意思 我自己应该说 我感觉下来很特别开心 或者说特别放松 特别轻松 因为我听了太多的 就是家长老在说 你没有一个好的小学 就上不到一个好的中学 上不到好的中学 上不到好的大学 好像你一辈子就完了 你就是不走一个 大家所谓的一个黄金路线 你还有很多机会 这次旅行看到的 不管是P-TECH项目 还是创新大学密涅瓦 和我儿子现在的年龄段 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是给我的启发 其实很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 是全球性的难题 然而爬藤并不是获得 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 也可以通过非传统的途径 成为未来社会的精英 已经有教育创新先锋 尝试打破校园和社会的边际 未与筹谋的帮助学生 进行技能储备 这就需要学校 更好的和社会联动 我们家长也需要 更开放的心态 为孩子创造 接触世界的机会 当然也注定了 他没有木板 没有题库 这样家长可能更难做 我们要投入更多 不过未来世界 不是也需要我们自己 保持一颗学习的心了 这趟旅程让我也明白 有时并不是我们的孩子 前进得太慢 而是我们总想跑得太快 太着急 不要不要吃 他吃了 他能够吃 最后一个小帮助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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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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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孩子们想来学习 因为的技术 技术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是的 一定是有一个电脑机 其他发展中的国家的孩子 也能够在科技当中受益 电讯 电脑区 最后